这对小情侣太坏了 两人竟然开心地在床上 数着靠绑架亲生母亲而赚来的钱 原来就在几天前 小丽带着男友蔡徐坤回到家中 发现男友的母亲竟是自己家的仇人 两人为了爱情不顾家人反对 选择私奔 出来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却是没有钱 蔡徐坤想要靠卖唱养活小丽 于是悄悄回到家中拿表演用的吉他 但出来时却被母亲蓝姐发现 蓝姐看见儿子为了仇人的女儿 竟选择离家出走 然后对着蔡徐坤就是一顿数落 看着自己的亲儿子如此放纵 蓝姐上去就是一巴掌 被座后的蔡徐坤只能落魄离场 小丽见蔡徐坤卖唱赚钱太慢 于是和自己的总裁母亲做了笔交易 她怂恿蔡徐坤带着两个匪徒 悄悄地潜入蔡徐坤家 然后将她母亲和外婆绑了起来 再从家中找出小丽母亲需要的录音带 交给她烧毁之后 换取了满满一达钱 而这个录音带的内容 正是三十年前小丽外婆 见蔡徐坤外婆怀上家主的孩子后 担心她如果诞下男婴 就会动摇自己大房的位置 于是派人将蔡徐坤外婆带到小黑屋里 强行给她进行人工流产的录音证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